有不一样故事的声的声音 每一个人都有他感人的故事 每一把声音都有要关心的地方 每一个月不一样的人物 每个星期不一样的故事 带来不一样的触动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十三篇人间有情 王叶仲平博士 摸着茶杯 同你情绪聊聊天 情深 心情 全情 我是王叶仲平 你可以叫我做王太 一句说话说得合宜 可以建立人 而尖锐的说话 是可以摧毁一个人 所以在日常生活相处 如果我们只是想自己 信心而行 所出来的效果 可能我们伤害了人都不知道 在第一集 我曾经讲过一个送暖的行动 我们很介意打电话来的朋友 因为对方是弱势的一群 他们从来没见过我们 他们只能够是憑着声音 去判断我们对他的看法 所以在接收电话的时候 我们学了很多东西 例如我们叫他请等一等 本来请等一等 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一句说话 但是在这些情景底下 很可能对方会听到 他会认为我觉得他不重要 或者他不受欢迎 甚至他感觉被拒绝 这些事其实时时都有发生 一件很小的事 但是传着的意思是很重要 在沟通上 我们没说话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说了话 而一旦对方收到这个讯息 他是没有那么容易地改变过来的 所谓言者无意 但是听者有心 特别当我们面对一些有困难的人 一些我们都不认识的人 所以在言语举措上 我们更多要考虑一下 我想你一定见过一些 有很多说话要说的人 我们会觉得有点累 甚至有时 我们会觉得有点烦躁 不过如果你明白 其实我们所有人说话 都是说给自己听的 越是紧张 可能他要说的东西越多 如果我们明白 我对他会多了一份体谅 知道他的需要 他不是特意去啰嗦我们 而这个他不停说的话 更加成为一条锁匙 我们能够开启他的心灵 对一些说话 毫不留情 一点都不客气的人 你知道他人际关系 一定是不好的了 不过他经常是这样的时候 其实他是拿说话 作为他的堡垒 作为他的军火 他要来捍卫自己 保护自己 不过可惜 我们只是看到 我们不喜欢的一面 我们又忽略了一个这样的人 他的背后其实是很脆弱的 他很怕人家会害他 对他不利 所以我们是反而忽略了 跟他建立关系的机会 适当的说话 可以成为桥梁 可以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红沟 攻陷 甚至是可以攻陷同墙铁壁 难怪雅各书这样说 他说舌头在白体里面是最小的 他能够说很大的说话 很大的意思 就是很重要的说话 所以朋友 如果你遇到一些 说话不客气 拒人与千里之外的人 你可以怎么做 你试一下 想一下 他究竟害怕什么 为什么他要这么防备其他人 或者你也可以按住自己 不要这么快反应住 看清楚点 他是一个什么状态底下 你才回应他 圣经说 我们是要慢慢的讲 慢慢的动怒 其实里面是有很多的智慧 因为很快的时候 我们每个都没时间去思考 当我没想过的东西 其实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各位感谢观看 各位感谢观看 各位感谢观看